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就是大家保險法律問題的好幫手 大寶法王Johnny 前幾天,法王接到一個情趣用品店的老闆 洪先生來訊請教法王保險的問題 你沒聽錯,他問的是保險的問題 不是保險特拗私生的問題 如果是保險特拗私生的問題 洪先生顯然跑錯頻道了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洪先生到底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洪先生經營一家情趣用品店 他在108年9月到109年9月之間 向保險公司投保了商業火災保險 附加了颱風洪水保險 109年5月的時候發生了水災 導致他店內的商品以及財務大量的毀損 洪先生為了向颱風洪水險的保險公司請求理賠 於是將他店內的商品列了一個損失清單 向保險公司報了出險 由於洪先生店內的情趣用品是屬於比較高檔的商品 所以洪先生為了證明他的損失金額 特地上網查找了品質和種類都類似的商品的標價 來證明他的財務的損失 想不到保險公司另外找了保險公證人 來對洪先生的損失進行估價 但是保險公證人所用的都是劣質品的價格來進行估價 因此保險公司最後核定的理賠金額和洪先生所預期的金額 有很大的落差 洪先生於是來訊請問法王到底要如何的主張權益 在解答洪先生的問題之前法王先跟大家聊兩件事 第一個 什麼是保險公證人他們主要的職務是什麼 第二個 在商業火災保險以及颱風洪水險裡面 關於違請公證人來理算損失是怎麼約定的 什麼是保險公證人呢? 保險公證人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是向被保險或者保險公司收取費用 對於保險標的 例如說船舶 例如廠房 進行查看、鑑定、估價、損失的理算 或者是協商的專業人士 他們會把鑑定的結果做成一份公證報告書 公證人分成海事保險公證人 以及一般保險公證人兩種 兩種都必須經過國家考試 才能夠取得職業的證照 海事保險公證人 主要負責的是跟海上保險相關的公證工作 例如船體保險 例如漁船保險 例如海上貨物運輸保險 等等的公證工作 一般保險公證人所從事的公證工作 就是海事保險公證人業務以外的工作 在這裡洪先生的case裡面 保險公司為請的就是一般保險的公證人 另外保險公證人如果說要設立保險公證公司的話 也要另外經過設立登記的程序 接著法王想跟大家談一談 在商業火災保險以及颱風洪水保險裡面 關於為請公證人來進行損失理算是怎麼約定的 通常在商業火災保險以及颱風洪水保險裡面 都會有一個選定公證人的附加條款 比較常見的附加條款是這樣子的 在保單的有效期間裡面 如果保險標的物因為發生火災 或者因為颱風洪水的發生 導致毀損滅屍的時候 被保險人可以優先指定保險契約所約定的公證人 來進行損失的理算以及其他公證的事宜 如果有必要要選定其他的保險公證人的時候 也必須要由被保險人和保險公司雙方協商來決定 也就是原則上被保險人有優先選定公證人來理算損失的權利 如果必須要選定其他公證人的時候 保險公司也應該要找被保險人來協商 唯有經過雙方同意以後才能夠選定其他的公證人 那洪先生的颱風洪水險所附加的就是這種公證人選定的條款 還有另外一種公證人選定的條款是正好反過來的 也就是保險人有公證人的優先指定權 但是這種條款比較少見 接著我們來看看洪先生如何主張權利 在這個案子裡面洪先生申請理賠的時候 雖然一開始沒有請公證人來進行損失的理算 但是如果保險公司要委託公證人來鑑定損失的金額的時候 也必須要詢問洪先生的意見 並且得到洪先生的同意之後才能夠選定公證人來對於損失進行見價 這個案子裡面保險公司沒有經過詢問洪先生的意見 也沒有和洪先生的協商就自行選定公證人來進行損失的理算 而且所鑑定出來的價格還遠遠低於跟洪先生受損的商品同類品質的市價 保險公司這樣子的行為顯然是一個違約的行為 而且有可能是違反誠信原則 洪先生對於保險公司的違約的行為 如果因此而多支出了成本的話 除了可以向保險公司請求損害賠償之外 也可以跟保險公司要求重新協商選定雙方都能接受的公證人 對於損失的金額來重新計算 這樣子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似是而非的觀念 為大家指引名錄點起明燈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幫我們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大寶法王說好險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